好 欢迎加入这一节的新闻特报 今天想要在大家持续来讨论诈骗的议题 因为不管新闻怎么报 诈骗集团依旧猖獗 诈骗案呢也依然每天都在发生 甚至去年遭诈金额已经来到将近89亿元 其实银行行员呢和远景努力拦阻 偏偏不少人还是掉进陷阱里 而且诈骗集团还会利用名人的名气来诱骗被害人 我们举个例子 像是近日台股大盘 加权指数是冲上了两万点 偏偏创下历史新高 让全台民众呢是再度掀起风投资的浪潮 但诈骗集团也借着民众赚钱兴茧 冒用财经名人的肖像名义 来吸引被害人的目光到处诈骗 其中投资型的诈骗呢 已经在诈骗的全部的类型里名列前茅 像是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也被诈骗集团冒用 刑事局呢更是公布2024年1月起到至今 下架名人遭贸易的投资诈骗广告的前五名 我们来看第一名是这个486先生 他是团购电商的名人 他的这个诈骗的这个则数呢 是来到6618则 那第二名呢是证券分析师何成棠 他来到672则 另外第三名呢是财经人士谢世英 他是来到444则 第四名呢是知名证券的分析师李永年 他是有来到359则 第五名呢则是财经人士陈崇明 他有来到330则哦 那我们看下一张的图卡 其中呢这个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也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之一 虽然没有在这个排行的前五名 但还是屡次遭到这个诈骗集团冒名 刊登诈骗的讯息 他直言诈骗最猖獗的都是在脸书或是LINE YouTube或是Google 这些平台接受诈骗的广告 这是营业的行为 他认为这个不是言论自由 必须受到规范 那另外呢刑事局也表示 诈骗集团透过网络平台 大量且持续的投放 投资诈骗的广告 不仅造成民众混淆 也让杖政商等各界的名人不堪其扰 近年来台湾更被讲成是诈骗的天堂 但真的有这么好骗吗 有律师就分析这个原因 不是只有年轻人会被骗 长辈有时候跟孩子关系疏离 反而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 天天跟他续寒问暖 有了情感上的慰藉和连结 甚至连被骗也甘愿 若再加上假的财经名人的助攻 更能让长者卸下心房 另外根据警政署统计 每天平均有11.4件的诈骗案 都是针对65岁以上的高龄长辈 而且犯罪集团都是认为 他们的心理层面比较好下手 模式一变再变 但诈骗的本质根本没有变 也让诈骗的金额是逐年的升高 从107年的39.7亿是不断的攀升 到去年112年的时候 诈骗金额竟然高达将近89亿 那为了要骗取被害人的钱 诈骗集团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来看像是这一张诈骗集团 是用名人的肖像或是生活照 去创立群组 要民众来加入 民众看到是熟悉的名人 有公信力或是发文 防备心就会降低 加上上面也会有一些字解 以假乱真是营造出一个 良好的投资环境 接着就会连接到其他的通讯软体 加入社群成员的会员后 但以上的这个关键字全都是一个字 就是骗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以下的几点 来找出这些诈骗的蛛丝马迹 那警方也分享辨别的小撇步 包含粉砖成立的时间短 粉丝数不多 或是没有蓝勾勾 这些都是警讯 万一从脸书被加到赖群组 这个九成都跟诈骗脱不了关系 那另外为了打击诈骗 行政院先前是通过打诈新司法的草案内容中有提到 未来大型网络平台业者 像是LINE 脸书 抖音 Google 等境外公司 如果没有设立法律代表人 或是不配合移除下架的诈骗广告 依法可罚新台币250万元以上 2500万元以下 另外诈骗案件白白种 警方就分析在诈骑的成长曲线里面 投资诈骑的件数增加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疫情之后 包括美国 英国 新加坡 上升的幅度都在180%以上 台湾是140% 所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当诈骗成为全球的问题 手法和话术还是不断推陈出新 想要反击各界的配套措施 需要滚动式的调整 不过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诈骗集团不会就此消失 反而只会更加厉害 最重要的是民众得要随时保持警戒 再次提醒来路不明的连结 也不要乱点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新闻特报 分享给您 我们这将时间交换主播